對於我來說 童年的最大回憶不是什麼超人 也不是什麼遊戲機 而是一張綠色的10元紙 話說當年香港經濟處於高峰期 10元紙變得越來越不值錢 所以那時候的政府就推出了10元銀來代替 但是不知道哪個腳頭那麼好 一推出就有亞洲金融風暴 再加上八達通的出現 基本上現在是沒有人用銀子的 所以到最後 都是傲傲傲出一張10元紙 而問題就在這裏 為什麼新的10元紙好像中了輻射的樣子 我就先不說為什麼他的樣子要這麼像一本數學書 我明白審美這些東西是很主觀的 但是最低最低限度 都不是整成紫色啊 大佬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以前的50元是紫色的 我想錢的顏色最大的用途 都是讓別人容易分辨得到 紅色是100元 金色是1000元 而當我們用慣了一張紫色的50元紙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還要做一張紫色的10元紙呢 我真的好想問一下 設計這個10元紙的人是否大了 而最吊詭的就是 銀行為了避免紫色撞紫色 他們出一張綠色的50元紙 你說是不是多鞠魚 大部分國家的錢 通常都會印回那個國家的地方 或者是名人 就算在香港三間不同銀行推出的錢 都會印回一些代表到香港的東西 而我又想問一下 這一批東西代表到香港的什麼呢 而另外那批東西又代表到香港的什麼呢 二次元空間 我想了很久 唯一的解釋就是 設計這個錢的人 真是欺騙大了 而10元紙就是代表到香港的濫藥問題 真是很嚴重 而最可悲的就是 他們出了一張交的10元紙 真是交上加交